创造金钱 作者 塞纳亚罗曼 欧林 翻译 郑浩阳 第十三章 发泄你生命的工作 找到你生命工作的一个方法 就是观察自己最爱做的是什么 什么事情你做起来最自然 注意你在做这些事情时 哪些记忆是你最爱去运用的 你的生命工作将会跟你运用的这些记忆有关 一旦你能够确认出它们 你就可以更专注在运用它们 带给自己赚钱的机会 并集由这些技能来支持你 你也可以在其他的生活领域中 找到一些运用这些技能的方法 将你生活中的所有的活动 都用来展现你生命的工作 每一件你喜爱做的事 每个工作 嗜好和活动 都与运用特定的记忆有关 你可以集由问自己一些问题来发现这些记忆是什么 在你的工作中哪些事是你最喜欢做的 你的嗜好有哪些 哪些社区活动是因为你爱而去做的 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活动会带给你喜乐和活力 你对写作 通灵 资商顾问或身体训练感兴趣吗 你最喜爱的是什么 是医治别人 帮助别人 教育 还是启发别人内在的能力 是磋商谈判 经营管理 组织 领导 网际组织工作吗 亦或其他 你会受到商业的经营技巧 财务管理 艺术创作 或科学 研究的技术等等的吸引吗 你想要发展创造力 想象力 或想集由观察入微而获得结论的能力吗 你喜欢和一些设备仪器 电脑 机器 或是一些数字资讯 统计数字 研究结果一起共识吗 你想要有个充满创造性的空间 还是你喜欢一些直接坦率的逻辑性的工作 你喜欢用你的手 你的声音来工作吗 沟通时 你喜欢与人面对面的谈呢 还是喜欢用电话聊 让自己静下来一会儿 问问自己 关于你喜爱去运用的记忆 以及你能很自然就表现出来的才能会是哪些 比方说吧 某人发现自己闲暇时很喜欢帮朋友剪头发 帮助他们改善个人的外在形象 他喜爱运用他的手来工作 也很喜欢待在人群中的感觉 某天他发现到自己的生命工作就是改善别人的外在形象 使每个人对自己的感觉变得更美好 于是 工作之余 他就利用晚上到美容学校上课 终于 他能够独当一面 决定辞去原先的工作 开始从事他成功的个人事业 沙龙美发院 我加许并运用我个人的特殊记忆和能力 也许你的最高记忆之一就是为别人提供咨询服务 也许你在协助别人找到问题的解答 即为他们创造新事项这方面似乎有某种天赋的技巧 从你从事的任何工作上 你都可以找到很多方法来运用你的这些技能 使你可以在此刻就能更全然地来做你的生命工作 或者 你拥有的这些技能会引领你走到 跟资商形式相关的路上去 而使得资商成为你的全职工作 你欲有机会去从事你爱做的活动 你此生要贡献给这个世界的就会越来越多 而你也将会吸引来更多的丰富和繁盛 某人很爱狗 因为他对照顾狗很有一套 所以家里就变成狗儿们很喜欢的寄住所 当他的朋友出门没办法照顾狗的时候 就可以送到他家来 他确认出这份跟狗相关的技能 带给他很多的喜乐 而这是他运用其他技能所无法得到的 所以 他踏入照顾寄养小狗的行业 他也了解到 他的另一项才能就是帮助主人改善他们和宠物之间的关系 同时也发现生活中正好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让他这么做 因为他是如此的热爱他的工作 并运用到这份更高的富裕 更多的光亮被带进他周围所有的人和动物之间 他也因而创造出一个非常美好的生活 在你当前从事的工作中 含藏了你生命工作的种子 每次当你得到一份新工作 你也许会发现你在运用很多你原来已经发展的技能 就好像每份工作都在某些方面 为下一份工作做准备 你所获得的每一项技能 如果是你喜爱去运用的 在你寻的人生更高的道路上走来时 那将是很重要的 也许你并不了解为什么自己会选择某一份工作 或为什么自己会发展某项特别的才能或能力 但是这些你已然学会的技能对你而言都将是有价值的 信任你目前所从事的一切 他们正在帮助你得到某些技能 这些技能将会被运用在你更伟大的生命工作上 比方说吧 杜恩的职业是地质研究 这份职业似乎跟他的人生道路 医治人的形式很不同 其实这两者都运用到一样的技能 作为一位地质学家 他非常热爱次数频繁的飞行工作 在空中观察地表现象 然后在地图上画上可能发生地震的线条 这份工作牵涉到视觉上的确认 解读详细的地表模式 以及将重要的不重要的资料加以分文别类 这是要经过相当的练习才能学会的一项技能 有趣的是 他运用灵式的能力来看别人的能量模式 跟这项技能的本质非常地类似 运用灵式同样需要视觉上的确认 解读详细的模式 以及能将重要的不重要的资料加以分辨细别 现在你正在学习一些可能会在未来 以不同方式运用到的技能 萨纳亚经常喜爱花几个小时的时间 来编织毛线或刺绣缝纫 后来他才了解到这些嗜好发展出 让心灵静默达到放松和冥想状态的能力 现在他就在需要通灵时运用到这些技能 极由向内观而非向外 我找到我的生命工作 不要想极由看着这个世界 然后问说 我可以为这个世界做什么 来企图了解你的生活该怎么办 你必须看着自己 问自己 我要做哪一件我爱做的事 什么会吸引我 什么会让我感到兴奋 在我的一生中 我要来学习的课题是什么 什么事做起来会让我感到热情洋溢 某人想开一家零售店 虽然他半点开店的经验都没有 他把着眼点放在怎样的店经营得比较好 来决定开怎样的店 却忘了问自己是否对贩售那些商品有兴趣 于是乎他开了一间冰淇淋店 也不正视自己经验的不足 或自己是否对冰淇淋感兴趣的问题 对他而言 经营这样的一家店 他并没有从中得到喜乐 当然也没有引来很多的顾客 尽管后来工作时间延长了 还是几乎要关门打击 最后他向内寻求 关于如何改善生意的指引 得到的指引就是 他需要贩售他感兴趣的货品 他开始检视自己的生活 观察自己感兴趣的是什么 感到熟悉的是什么 他了解到自己热爱的是跑步 这项运动总是让他深深的着迷 他一起以前为了要找一双慢跑鞋 及其他的相关配件时 遭遇到的许多麻烦 总要跑好几家店才能找到心中想要的东西 于是他决定开一家特别为慢跑者而开的运动精品专卖店 在卖冰淇淋的生意失败后 他想开这样的店肯定会是他所热爱的 他甚至不知道一场慢跑的热潮正在开始蔓延 他的店经营得很成功 他热爱他的工作 我拥有很多有价值的记忆和才能 你拥有很多记忆和才能 还有很多令人惊异的经验与知识 你可以从以前在学校、工作室、训练课程中上过的课程中 确认出你拥有的那些技能和知识 想一想你读过的书、听过的录音带 还有你在电视上看过的教育节目 当你在评估技能时 一起所有你曾从事的工作 也许是服务性质的 比如在你孩子的学校或教堂里做义工 当然还包括你在寒假、暑假及课余时去参加的所有活动 你热爱组织、掌理家务事吗? 你想要为某个委员会工作、筹募款项、协调众人意见 并为他们安排行程表吗? 看看你的嗜好是什么? 你是桥牌社或某运动社团的成员吗? 你喜爱戏剧、歌剧、芭蕾或交响乐吗? 你热爱艺术品和手工艺品吗? 你喜爱架构情节、写诗或说故事吗? 你拥有的技能背景 其丰富及多样性可能会比你曾注意过的要多得多 在解释了你想运用的技能之后 让我们再来看看你的梦想 若你能更精细、清明地将某件事物带进梦境中 你将欲能吸引来你想要的一切 当你检视理想中的生活梦境 吸引你的事物以及你想置身其中的环境和怎样的人 你就在确认你生命工作的种种要素 你的梦就是一个心灵的模型 就好比建筑师的蓝图 它将会帮助你的大我走进这个世界 将更高的人生道路带来给你 此刻我拥有理想的生活 你对理想生活的幻想也许并不实际 也无甚益处 它们也许非常的夸大或离目前的生活很遥远 而你似乎也找不到可以实现它们的方法 似乎只可能在你拥有一大笔钱之后才能够美梦成真 你也许会认为你需要做某份你不喜欢的工作 等到存够了钱 你就能从事你热爱的一切 有些人说 我会从事这一份工作 等到我有钱之后 我才会做我爱做的事 它们常常得不到它们认为需要的足够的钱 而一直让自己在不喜欢的工作上度过一生 直接了当地问自己要的是什么 做你爱做的事将使你变得更富有 金钱会由你爱做的事而来 而通常它会以原为巨大的量来到你的生活里 如果你想要环游世界 就从出国旅行机会很多的工作开始 比如在航空公司或在旅行社工作 你将会感到生机蓬勃及生命的实现感 也会因此而对丰富更具吸引力 你的梦想是什么 找个时间好好的来想想吧 你梦想中的工作环境是什么 也许你已然勾勒出来了 在户外工作 与大自然和动物为伴 或者你偏好在室内的工作 喜欢与人及一些设备一起工作 在这偌大的国度里 你必须决定你要在哪里工作 在都市还是乡村的环境里 你会更兴旺 你想在办公室里工作 开卡车 在建筑工地工作 在船上 在飞机上工作 在一个地点或在很多地点工作 你希望你的工作环境是怎样的环境 想想你希望与怎样的人一块共事 你又希望你们之间的关系怎样 可能你会是他们的雇主 同事或雇员 也许你比较喜欢与年纪比你大的 或年纪比你小的同事一起工作 或也许你喜欢和同年纪的一起工作 你喜欢和一些人 还是很多人一起工作 或者你偏好一个人独立作业 你曾经梦想过在某些领域里工作吗 比如医药界 食品营养界 运动界 政治界 科学界或教育界等等 你的梦想会为你提供线索 告诉在那个领域中 你可以找到你的生命工作 注意那些课题是你比较关注的 比如像行星的和平 动物的权利 环保议题 无家可归的人 外交事务 星际间的探访等等 你可以把你的工作设计好 找到关于身体 心灵 情绪的各个方面最合适的组合 你喜欢活动力很强的工作吗 繁忙的 有活动力的一天会让你觉得很兴旺吗 还是你喜欢一种安静的平和的步调 对你想要的一切要够详细明确而清楚 因为你将得到 某人在杂志上看到一张广告照片 那正是他心目中完美办公室的典型 从摆设的植物盆景到陈列的艺术品 甚至连桌上摆的那台颜色罕见的蓝色打印机都一模一样 他将这张照片放在墙上 不断地在心中将该杂志刊登的完美办公室视觉化 几年之后他辞去了工作 到某公司面试 令人惊讶的是 一进办公室就仿佛走进当年他视觉化的图像里 只有桌上那台黄色打印机不一样 他得到了这份工作 当他坐上办公桌时 同事告诉他 公司已经为他换了一台新打字机 蓝色的打字机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 多年前他忘了勾勒出心目中理想的工作伙伴 全责划分 升迁机会 还有其他的相关细节 几个月之后 他再度持续工作 因为这份工作仍然无法满足自己内在更深的需求 我知道我热爱的是什么 我做我热爱的事 你一定要对自己喜欢的办公环境很清楚 有些人在工作上表现得很好 拿固定的薪资或酬劳 有些人喜爱经营自己的事业 也许你喜欢待在大公司或偏好在小公司里工作 你可以拥有你想要的任何事物 你所要做的就是决定你要的是什么 如果你过去有些工作经验 也许这些经验反映出你跟同事之间是否能相处得很好 或者你是否喜爱群组工作的性质 或自己叫偏好依人独立作业的方式 有些人喜欢分担风险 有些人喜欢一个人决定所有重要的事情 决定自己到底是要为一位老板工作呢 还是想承揽几种业务为好几个老板工作呢 你梦想中的月收入是多少 你希望你的责任权限到哪里 也许你的梦想是为一个庞大组织工作 被赋予更多更大的领导责任 想想在一个工作中 你希望它的安全水准 职位升迁机会如何呢 如果极有认可 你可以更加兴旺的话 把这些认可都带入到你的梦想中 如果你想要拥有很多的自治权和自由 也同时记得要这样要求 问自己 到底是有制度 有组织的工作会让你兴旺起来呢 还是你想要一份不断在变化 充满了多样性的工作 我让自己的思想 梦想 天马行空的任意奔驰 如果你可以做任何一件你想做的事的话 你会想做什么 在这段几个月的时间里 你理想中的生活将会是怎样 一个星期里 你喜不喜欢用三到四天的时间来完成某项任务 而利用其他的四到三天做其他事呢 你喜欢从事一项多样化的计划 还是喜欢把焦点集中在一键工作上 你喜欢用一个月的时间在某工作上热情投入 然后下个月从事另一项不一样的工作吗 运用时间来做白日梦 幻想一下自己理想中的生活 做梦的时候 不要给自己任何的限制和束缚 如果你意识到自己在说 那样很好没错 可是你是不是要求太多了 停止这么想吧 无论如何 就让自己去要求吧 这正是让自己的思想天马行空任意奔驰的时刻 你不需要觉得自己一定要立刻创造出梦想来 创造梦想的第一步 就是将梦想的画面放进你心里 你的思想是真实的 对你想要的事物 你若能清楚明确之后 你的大我将会立刻到这个世界里 找到你想要的 然后开始创造出来给你 你不需要知道它们会在什么时候 或将会以怎样的方式来到你的生活里 你所要做的就是想清楚你要的是什么 并且要敢于梦想大的事物 某人决定要周密用心的来想自己理想中工作是什么 所有他想从某工作得到的一一写下 他热爱听新闻 阅读新闻 所以他决定心目中的理想工作 要能让他在家里看电视或阅读新闻杂志 过去基本上他是一个赌徒 喜爱在玩比如桥牌之类的游戏时压上赌金 所以他决定 完美的工作一定要带点冒险的要素 当然还要有高额的赌注 他也喜欢以前在学校里主修的统计学 工作是他想要一个人 这份工作最好还要有能赚巨额金钱的潜力 且一天只需用一部分的时间来工作 他喜欢早起 也喜欢在午休时间玩网球或其他的运动 他不想雇用水 也不想为谁而工作 虽然他不相信这样一份能满足自己所需要的工作 可能会被找到 他还是一一的写了下来 决定让自己的大我去寻找这份符合自己需要的工作 不久之后 他认识了一位新朋友 这位朋友从事的行业是黄金以及其他商品的期货交易 很快的 他对这行业着了名 把所有休闲的时间都挪来钻研期货市场 他喜欢用图表来做期货商品的统计图 墙上贴的全是他绘制的图表 显示出可能的价格波动 他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来研究一个理论 经由追溯统计的循环和种种波动模型 来计算和预测商品的价格 他也发现到看电视阅读新闻杂志得到的讯息 也是他研究中很重要的部分 在期货市场中 凭着他精心制作的图表 他开始能相当准确地预测商品价格 所以也开始赚到钱 跟他往来的经纪人 也开始向他询问一些他给其他委托人的建议 后来这位经纪人也问他有没有兴趣 和他以前往来的客户做生意 不久之后 他终能辞掉原先的工作 在期货工作上全心投入 这也使得他能在早上工作 下午休息 没有雇佣任何人 还可以在家里工作 他喜爱这个带有冒险要素 及高赌资的工作 而以前学过的统计学知识 也刚好能派上用场 向你想要的事物要求吧 不论你的要求是如何的不切实际 或如何的勉强 你的大我将会来到这个世界中 开始将你所希望的带来给你 当你让自己去梦想 你就在创造一个崭新的实相 游戏练习 发现你生命的工作 想象现在你的生活中 充满了许多的喜乐和爱 你将会如何回答下列的问题呢 记得 这是你喜乐的幻想中的生活 运用你的想象力 一 你正在从事什么样的活动 你正在运用什么样的技能 如阅读 说话 协调 咨询 思想 写作 组织 管理 教小孩子 跑步 或做运动 和某件事物一起工作 建构某个东西 修理机器或设备 修整园艺植物 照顾动物或整理资料 至少列出五项 愈多愈好 二 一星期里你致力于工作赚钱的活动上几小时 工作几小时 你一星期或一个月连续工作几天 三 你的工作需要活动 体力 而步调快速吗 或者 你是在舒缓的 放松的气氛下工作 四 每天你都和相同的人一起工作吗 他们是怎样的人 在他们之中 你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你一个人独自工作的时间有多少 五 你的工作环境看起来怎么样 在户外还是室内 在家里还是在某中心或办公室 你出差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你都上哪出差 多久一次 你是在都市还是在乡村工作 六 你的职位是什么 或你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你拥有什么职责吗 晋升的机会如何 你是工作小组里的成员吗 你是为某大公司或小公司 还是为自己工作 你是为一个老板 还是某集团工作 或者你为几位委托人承拦某项业务 评估 当你在想象这喜乐的生活时 最好能想象得更加详尽 持续不断地经念这些文字 加进你的答案 想到更多的可能性和选择 并想象自己拥有比先前还更多的可能性和选择 当你将焦点集中在你想要的事物上时 也许你会发现你对自己想要的一切越来越清楚 同时也会使你把原先心中对什么是可能的那些设限 一股脑的全抛开 你正创造一个模型告诉你的大我 你理想中的生活将是怎样的一番面貌 当你回答完这些问题之后 你的大我就将准备好寻找的方法 把理想中的生活带来给你 然而你准备好拥有它们了吗